歡迎來到空調小教室,我是老柯 這一台就是很少見的大陸品牌,美的 你仔細觀察看看 這台壞形是不是跟我們台灣的河連或神寶很像呢? 雖然有些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至少我覺得有87%像 你們覺得呢? 這台的機殼上面的接收器記得別猜 按照上面的圖示猜也很容易斷 這台的水管方向是從右至左 我有個疑問為什麼不直接從左邊出去就好了呢? 這樣裝水管的方式會導致右至左的這一段 平行時間久了之後就會產生水垢 然後就滴水 明明排水管的最終點是在左邊 為什麼就不從左邊出管就好了呢? 為什麼還要留中間平行呢? 其實我以前看到這種工法 我會幫忙改正到左邊出管 但曾經發生一件事 有個客戶的排水非常的差 跟他說完問題之後 他希望我可以幫他做一點改善 因為改正的時間也不是花的很多 所以我幫客戶改水管 但是因為裝潢的關係 已經跟客戶說了改之後會好一點 本來是三個月就滴水 可能只能延長到半年左右滴水 客戶當時也說沒有關係 之後七個月過去了 這個客戶的冷氣滴水了 他跟我說上次請我們清洗完冷氣之後滴水了 阿不就還好我們有在寫工作日誌 這個客戶說我們之前有幫他改水管 為什麼還會漏水? 我整個點點點 當時候都說得很清楚了 他的排水因為當初裝潢的時候就沒有配好 導致高低差不夠 我只是幫他從右邊改到左邊 省掉了一段距離的平行 可以讓他滴水的時間撐久一點 結果這個客戶跟我說我以前有幫他改水管 我們是不是要負責弄好 對 很瞎對不對 而且我們這種小改都是不收錢的 當初也說得很清楚 若是在滴水要請人來維修 我們沒有負責 是的 很多時候因為自己想省錢的自私 這種醜陋只會讓人難過而已 看看這個篩頭比我之前的深寶那一集好篩多了對嗎 生意會遇到很多奇怪的客戶 所以客戶是花錢清洗順便解決維修很常見 但客戶不知道的是 它是花錢清洗 這個錢是清洗的費用 沒有含維修費 有時候我們的順便 客戶是不是覺得是應該的呢 但是都忘了我們是來洗冷氣不是維修冷氣 還有以前客戶介紹的客戶 打電話來就直接說 我是別人介紹的能不能算便宜一點 我如果是覺得清洗得很棒 我會很努力幫你介紹 這些話在我聽來是講幹話 你去外面餐廳買外帶自助餐 結帳的時候老闆說200元 劈頭就跟人家說算我便宜一點 我會幫你介紹人來買 不是做你生意就比你細喊 遇到這種客戶 通常我會先客氣一點的說 已經很便宜了 麻煩你去外面看看別人的價錢 曾經就有一個很有禮貌的客戶跟我殺價 跟他說請他看外面廠商的價格 過了幾個小時後客戶跟我們道歉 說他沒有查詢過價格 亂殺價對我們很抱歉 當然不知者無罪 若是很客氣的殺價倒還好 若是一直殺價我就不開心了 最近就有好幾個被我說請他去討其他的廠商 我們拒絕清洗 奇怪的客戶很多對嗎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喜歡按讚加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